他聲稱自己是皇帝 要斬平民的頭 他說這樣做可以令他傳宗接代 但其實一切都是幻覺 他這樣做只是令父母 在痛苦之中喪失自己的下一代 他這樣做,他這樣做 他這樣做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阿暗堂 以及我們的美女拍檔 可宜小姐 以及香港重案專家,花家姐 問問兩位美女 平時逛街一定的 逛街你最怕遇到甚麼 沒有化妝時 穿得鬼死那麼快便會碰到人 但這件事經常會發生 你會逛街嗎 會的 但假裝漂亮時,誰都會碰到 但坦白說,最怕是在街上遇到賊 財、財、財、色也很害怕 所以我晚上絕對不會去闢症的地方 我不怕,又沒有財、又沒有識 甚麼都不怕 但反而我有點擔心 有時會聽到一些所謂的傻佬 斬人,有時會想 如果突然發生一些事在我身邊 我卻輕功,又不會兇手道 我走不掉,對吧 你千萬別這麼說 兇手道也沒用 如果給我,第一件事 我走那麼遠,還要快那隻 說回2014年 台灣車廂裡有個隨機殺人事件 在狹窄的車廂空間裡 真的不能避開 車沒有埋站,又沒有開門 好像我們今集會說的 也是台灣的街頭隨機斬人事件 同樣是避無可避 2016年3月28日上午 台北市內湖區 與名小燈泡的四歲女童 在街上踩單車 旁邊還有推著嬰兒車的媽媽 誰不知,突然有個男人走過來 二話不說用菜刀 把小燈泡的頭割下來 媽媽目睹悲劇發生 但也阻止不了 事後,男人被途人制服 被控謀殺罪名 最終判處無期徒刑 這宗慘案,台灣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因為實在太過兇殘 慘絕人幻 試問有誰可以承受到 你的至親當街被人斬頭示眾 所以這種兇殘的手法案件 在台灣引起很大的爭議 可以說是挑戰人類的恐懼極限 沒錯 所謂隨機殺人,最恐怖的是甚麼 亂槍掃射或亂刀斬人 根本走也走不掉 而且有時在旁邊看著的人 也不敢加以援手 因為怕被他斬到,對吧 看看案中我們這次的女童 就是小燈泡 我想香港的名字都很熟悉 因為當時有關的報道真的很多 她當時是四歲 除了她自己之外 還有一個九歲的姐姐 還有一對出生不久的 龍鳳胎的弟弟妹 換言之本身有四個小朋友 也算是一個大家庭 這裡有小燈泡和爸爸媽媽的照片 也是一個很開心的小妹妹 被媽媽抱著 最知道 對 看看事發的時間 是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的早上,11時多 當時小燈泡的媽媽叫黃遠瑜 她推著一輛手推車 準備去接她的小朋友和她的爸爸 同時小燈泡在旁邊 自己在玩三輪車 一邊走… 你會看到有一張照片 拍到他們剛出門 沒多久就來到花曹附近 相信她當時也很開心、愉快 想不到樂運在下一刻就來臨 據黃遠瑜的益術 當時她在過馬路 剛才看到那張圖片 媽媽推著她的 她是雙胞胎 弟妹是雙胞胎的 所以她的手推車也比較大 可能有些雜物在裡面 通常媽媽也會這樣 過完馬路,剛才上行人路的時候 你知道行人路一定高了 有個石坡 那女兒可能是三輪車 那當然是比較適合的 她說在那時候 看到有個男人的身影 就走到她的女兒的旁邊 她以為是否會有人… 你知道台灣人很友善 對,很熱心 她會幫小妹妹推三輪車 上石坡 殊不知不是,就亮起手起刀落 她還主力集中 斬小燈泡頸 你想想一位小妹妹 根本是哭也來不及了 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 可以說是肉除砧板上 與此同時,媽媽當然很害怕 而第一個反應 就是拉著兇徒,不讓他斬 她不斷拉著他 令兇徒的手也有點傷,有點爪傷 事情來得太突然 當時亦是一個… 不是很擠迫 但亦是一個鬧事的地方 在案發地點對面 有一個車房,我們稱為整車 收車場 有兩兄弟看到 馬上拿起車房很多工具 有一支鐵棍,衝過來 連同在馬路上有五個行人 立即夾手夾將兇徒制伏 你說幸好他們建議勇為 沒錯 不然我覺得媽媽也很可能 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而且你真的想不到 她可能殺得盛起,再斬下一個 因為其實她也是隨機的 很多時候隨機都不只一個傷害 但不幸他們 當時小燈泡的頭其實已經掉下來了 她的媽媽本來被人迫開了 是 都會走過來的時候 其實她根本看到她的女兒 已經是伸手而傳 是,我們接下來有一張照片 希望大家有心理準備 因為可能會拍到大家情緒不安 這裡我們看到 大一個當然是小燈泡的軀體 而小的白布遮住的就是她的頭 你看到那一刻真的伸手而傳 中間我們看到血跡斑斑 有很多血跡,有很多血跡 在現場的血跡已經凝固了 風乾將菜刀上的血跡斑斑斑斑斑 真的很殘忍 後來看,原來她斬了二十多刀 十多刀是致命的 事情發生了,兇徒被人制服了 本來之前不是說 其實媽媽打算帶女兒去接兩個龍鳳胎 還有她的外公回家 外公的文訊就馬上到現場 因為小燈泡身手而傳 她就用白布蓋著 外公知道她的頭在那裡 她走過去墓地 隔著一片鋪斑斑斑斑斑斑 在那裡 至於她媽媽 很多時候在媒體追訪她的時候 她也忍不住哭 當然這也是人之上情 身為一個媽媽 當地人民也覺得 有甚麼可能在台灣街上 走的本來是一件很安全的事 除了覺得很生氣 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也相當遠色和同情這個家庭 所以看到在現場的範圍 我們會看到放滿了很多花 都是熱心的市民獻花 對 說回受害人的家庭背景 她是小燈泡的爸爸和媽媽 都是南加州大學畢業的 這是碩士,非常厲害的學歷 她們回到台灣時 從事科技業 高薪、口綠 但媽媽的真正夢想 不是做事業的女性 而是做全職的媽媽 真的很喜歡做媽媽 是 生了第一胎後 我們說過有個大女兒 當時已經是九歲 很想繼續再生 但不知道為何生來 怎樣也生不到 兩夫婦決定用人工受用的方法 於是就生了小燈泡 小燈泡後 她們繼續用人工受用的方法 就生了最後一對龍鳳胎 有一個這麼愛惜小朋友 這麼想有小朋友的家庭的媽媽 親眼看著自己的女兒離開 可以說是人生最痛的一件事 至於做出一件這麼冷血的事的人 是甚麼人 她的名字叫黃景玉 當年只有33歲 可以看到一張照片 她剛才被人拘捕 頭髮蓬鬆,眼神很呆滯 有點彷彿吧 面上好像有血跡 對 當時她是否認識小燈泡後的家人 是不認識的,完全不相識的 為何會選中她 當時真的沒人知道 她住在哪裡? 就是住在劉家… 其實小燈泡後本身姓劉 劉家的附近 話說當時每次出現 總之有機會人就會… 趁過去… 不是疼她,而是打她 打她 我也很想打她 為何會出現這麼殘忍的事 這樣對待一個小生命 說明兇徒的乘魔之旅是怎樣養成的 話說她讀不成功 中午後畢業後 去了一些量販店 我又不是叫山科場 大家很熟悉甚麼電堂那類 甚麼都可以賣在大型的店舖上工作 但很快便辭職 很快辭職後繼續索性怎樣 不上班了 不上班就躲在家裡 即是犯案 對,而在大家的眼中 都覺得她是一個麻煩人 怕了她 因為其實她也有跡可尋 即是她會經常自言自語 再加上你也知道沒有工作 自然可能會有點偷額拐騙 犯案類類 所以亦試過藏獨藏械被捕 甚至試過打媽媽 還因為這樣而被強制入院 所以鄰居也會被她滋擾,很怕她 而她爸爸也覺得 可能在社交方面有問題 亦阻止她結交朋友 繼而令她的性格更加孤僻 經常留在家裡 開始有很多幻想 但雖然是這樣 她也是一個正常的男生 也有需要 亦對異性有這個渴求 但她又無法滿足 所以永遠在家裡留在幻想 所以當時她的焦點集中是甚麼 就是全宗接代這四個字 我又沒有女朋友 我又沒有性生活 我又如何生小孩 但我生不到小孩 我爸爸媽媽又不關心我 為何會這樣 她開始不斷被這個問題困擾 而且她越來越多妄想、幻聽 事後被捕後,她自己給口供說 她幻想她是姚遜皇帝時期 她說她是姚遜皇帝 身為皇帝九共之尊 我要殺樹民的頭 我有權這樣做 於是要殺頭 殺了頭後會怎樣 就說四川的妃嬪會來找她 你看到嗎?那種羽毛倫次 對 亂晒龍了 是而非 她說不僅可以滿足自己的性慾 亦可以傳宗接代 所以她才要殺人 最可怕的不是她有這些幻想 而是她將這些幻想付諸實行 這刻真的很可怕 所以她怎樣做 她真的決定上街殺人 她之前還買了一把刀 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騎單車隨機在街上 找犯案目標 真是幸運,她就看上了小燈泡 這宗案件因為太轟動了 去到審訊的時候 其實真的引起很多社會的關注 媒體的關注 控方當然說被告的行為異常冷血 令社會陷入一個不安全的狀態 而且說她毫無悔意 而且很難教化 加上精神科醫生認為 她犯案時其實有辨識能力 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所以要求判處她有罪 及判處她死刑 辯方持相反意見 她真的思覺失調 並且說她在犯案時 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做的行為 是對或是錯的 而且就算出庭了 她說被告已經開始抄襲佛經 悔過自己所做過的事 並且說首度在庭上 向死者的父母致歉 當然死者的父親 她是不接受的 她認為她的道歉不是真誠 她是不接受她的道歉 其實很難有父母可以接受她的道歉 劉華包認為任何極刑以外的量刑 極可能會將大眾處於一個被剝奪 成為下一個受害的生命 其實也是很危險的 因為人權是一種很嚴重的傷害 不過高遠也給了她一個很壞消息 她決定回案後 也決定維持原判 這是無期途刑的 並不是她想要求的死刑 對,但再上訴兩次 法庭也維持了原判 小燈泡的父母認為判決不符合 他們的預期 但沒辦法了 法庭的決定,他們始終要尊重 我們看到一張照片是黃景玉 她入獄後的照片 應該是一、兩年後 你看到她的樣貌是… 相差很遠 跟剛才的樣貌 簡直是兩個樣貌 對,35歲的 好像老了20年 漸漸 對 很難想像一個人可以是大好青年 做了這麼恐怖、凶殘的行徑 稍後回來,我們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 王忠賢醫生 跟大家一起分析這段案件 她的年紀是思覺失調 或是精神分裂症的發病高峰期 她的想法是不能被身邊人動搖 小燈泡的媽媽 她轉眼間由一個正職的家庭主婦 搖身變成一個政壇的人物 歡迎回來第二節的晚吹罪光燈 我們今集說的是2016年 在台灣內湖區發生中 隨機砍人的事件 一個很可愛的小女孩 叫小燈泡和媽媽在逛街時 被兇徒黃景玉當街斬頭 這是一件很凶殘、很恐怖的案件 黃景玉這個兇徒最後被判無期徒刑 這一節我們請來精神科專科醫生 黃宗英先生替大家分析一下 歡迎你,黃景玉 根據黃景玉犯案的背景資料 其實他最大機會 應該是患上脫離現實的精神障礙 例如精神分裂症 或是妄想症等一類的病 有這類病患者 通常腦部的化學物質 出現失調狀態 例如多巴胺失調 令他們會出現很多脫離現實的症狀 例如網上聽到一些幻聽 他的年紀是三十多歲 亦是一個思覺失調 或是精神分裂症的發病高峰期 但當時他有打他媽媽 令他鬧上警署 才有精神科醫生去看看他 但媽媽或精神科醫生都覺得 他不是真的那麼嚴重 就回家吧 其實他會否真的沒有刺激之下 總之病情到了某一天 就會火山爆發 例如在個案中 黃景玉沒有看醫生 沒有接受治療的情況下 他會長期處於一個很高防範的狀態 他殺害小燈泡是否因為刺激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有可能在沒有刺激之下 他可能看到小燈泡玩得很開心 他不抵得他那麼開心 可能對比自己的生活 又好像有很大反差的時候 亦有機會是一個刺激 甚麼都可能是一個刺激 也不知道甚麼能引發到這件事 你不知道,有時候有所謂妄想症 不能一概而論,但妄想症 關乎跟人的自我保護機制的意識 有連繫嗎 其實我剛才說過 思覺失調有很多不同的情況 其中一個情況是精神分裂症 另一個可能的疾病就是妄想症 但無論它是屬於幻想哪一種疾病 其實它們也會出現一些妄想 一些不正常的想法 它們想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很多時候它們想的東西 可能是圍繞某一個內容 可能是很固定一個想法 對那個內容 令身邊的人可能對他一些提點 身邊的人告訴他 這件事不是真實的 他們也不相信 他的想法是不能夠被身邊人動搖 你說的是想法 我們常人會覺得挺奇怪 試過他給偶供的時候 他會覺得他自己是皇帝 應該要殺樹民的頭 就會有很多妃嬪去試後他 為何他會想自己一定要是皇帝 才會有妃嬪 而作用是跟他傳宗接代 是否因為這樣 所以隨機在街上選擇 女性還要是小女來下手 其實他的想法 之前也提及過 他有一些傳宗接代的擔憂 他將這兩件事連繫在一起時 他的思想、想法、內容 就很固定在這個地方 每次想起傳宗接代 就有機會想起古代皇帝、妃嬪等 至於他為何會找一個小朋友 其實也很難說 可能是那一刻隨機 或是那一刻他看到小朋友 令他想起一些東西 或是覺得容易下手 因為那一刻他自己在踏單車 對,小朋友沒有甚麼反抗能力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能的原因 但當時我們提到 他的父母是阻止他社交的 因為覺得自己的兒子 可能也不太正常 不想他失禮人 其實這樣會否加劇了他的病情 如果他真的有更多朋友 或認識女生 他就不用說 我可以殺人當皇帝 我才可以有妃嬪 這些古怪的想法 其實他父母不讓他社交 可能一早父母也察覺到 他跟一般人有點不同 可能人的性格比較孤僻 或是跟其他人不擅有正常溝通 其實這些父母的觀察 也反映到 可能他的精神問題 也持續了一段時間 當然如果父母看到兒子有這種問題 不讓他有正常生活 更加令他的病情越來越差 更加令他越來越多社交退縮 不接觸別人 他便開始時常活在自己的世界 越想越複雜 你說回做父母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子女 說回受害人的父母 尤其是小燈泡的媽媽 可以說是悲痛欲絕 不在話下 要經過很長時間 也未必能將心裡的陰影 推卻下來 但他很積極 化悲憤為力量 轉眼間由一個正職的家庭主婦 搖身變成一個政壇的人物 就在政界中開始跟朋友一起 著手推動一種可以說是教育 或是刑法律的改革 希望觀眾和市民大眾 不要著眼說 應該判兇徒去死刑 不是著眼在這一點 而是著眼在更重要的地方 就是家庭和教育的培育 其實很少這麼大的慘劇 那些家屬可以這麼冷靜 自己傷心之餘 還可以教化別人 希望從自己的悲劇裡 建立一些新的教育 或者一些正面的東西 給予社會 所以很多人都很稱讚他 但還有一些網民都會說 為何那一刻你不是拖著女兒 你會讓女兒自己踩單車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在… 其實他看到閉路電視畫面很接近 但有些人永遠會再抨擊他 不用稱讚他 我們這個世界不需要你稱讚他 你不再踩兩腳 不說兩句無謂的東西 已經是一種很大的功德 也是那句話 要多點關注身邊的人 甚至精神病 我們要多點了解、認識 以及關顧他們 這才是社會上需要的正能量 今天很感謝黃醫生,謝謝 謝謝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按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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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